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正式上课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 铁花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今天就由大家自己去感受 好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 因为原本今天主持人应该是村长 村长他在化妆 结束的时候才会出来露脸给大家拍照 我们村长是一个很帅气的 一个阿美族的壮汉 然后这个右边 这个是厕所 大家都可以去那边使用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不要再走到我们办公室借厕所了 那边是办公室 好 然后你们的那个票根 票根都可以换免费的饮料 都换了吗 没有办法续杯 真的是很抱歉 续杯可能要用买的 好 那那个外面呢 有我们漫视机 你们都有盖到那个入场章 入场章的话 你们就可以自由进出 然后在这边 还是要呼吁一下那个外面的观众赶快入场 因为今天门票其实才两百块钱而已 然后演出的节目又这么的坚强 而且今天在摆椅子的时候 我还跟吧台说今天人会很多 要摆多一点椅子 所以请大家给点面子 在外面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把头架在那个 看得到舞台的地方了 今天也才两百块 你点一杯饮料 再价格几十块 你就可以入场了 好好的将心比心一下 真的是 就当作是可怜可怜我们 我们对不对 我们这样要这样才可以达到 自主营运的里程 我们所有的音域 都是会回馈到这些歌手身上 所以大家只要多消费 然后多买一点票 这样这些钱其实不是放到我们口袋花的 我们当然要领薪水 只是说这个多余的钱 我们会回馈给这些在地的歌手 好 那今天呢是有那个两组乐团 上半场呢是一个叫黑白铜的乐团 他们其实三个人 然后因为肤色呢 分别有黑色跟白色跟铜色 但是今天因为那个铜色的皮肤的女生没有来 所以今天他们叫黑白乐团 因为他们就少一个人 但是有另外补两个人 也是大概是一个黄色 加一个咖啡色的 然后混在一起 还是一个铜色 好 然后这个下半场呢 是八六六十乐团 那八六六十乐团 他们除了唱歌跳舞以外 他们还会做运动 他们每个人有各的那个运动专长 他们其实身怀绝技 然后私底下呢 还会去做一些天蝎彩集 收集一些那个骨窑 然后做一些调查 陪陪老人家聊聊天 听他们说故事 然后和一些保力达 然后那今天呢 最后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本人仅代表那个 台湾好基金会 然后还有铁花村 欢迎大家到 那个 反正你们都来了 好就欢迎你们来 好我们掌声 掌声欢迎黑白同乐团 谢谢大家